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嘛 美国与中共的科技战又出现新轮的战火了 拜登在8月9日签署了行政令 限制美国人与资金去投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从明年起正式生效 这个行政令可以说是美方在科技战场上 对中共射出的又一枚重磅炮弹 只是这枚炮弹的立即杀伤力 看起来可能会相对有限 但是长期的副作用和后效应可能会非常可观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行政令的最大重点 就是美方限制美国企业与个人 去投资中国的敏感高科技公司 主要限制了三大领域 半导体 量子计算 以及人工智能 AI 而且行政令开门见山就强调 这项政策是为了捍卫美国国家安全 所以要保护与下一代军事创新有关的关键技术 简单说 美方限制资金投资中国不是为了经济竞争 而是为了军事竞争以及国防安全 要避免美国的资金与敏感的技术流入中共手里后 被中共用来发展军事情报监控和网络攻击等等能力 最后反而变成了美国的未来国家威胁 另外 行政令不但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国大陆 这次还明确纳入了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大家知道 过去美国做出了不少制裁中共的禁令 其实都放过了香港和澳门 等于是给中共留了一个氧气罩 所以中共往往会利用香港的皮包公司 向美国采购很多军民两用的技术或者产品 然后从香港偷偷转运进去大陆给共军来使用 很多美国的资金也都是通过香港或者澳门 来转入中国去投资 但是这次美方显然把中共的氧气罩也给拔了 同步禁止资金向香港和澳门来投资 这一点当然是跟中共这几年把香港全面内地化有关 所以美方也封了这个逃生门 好 如果你是中共当局的话 看到这个行政令会怎么样呢? 当然是七哄流血 不是 是七窍生烟 七到七窍生烟 对不对? 特别是这次的投资禁令是针对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这些都是中共最在意也最积极投入的未来科技竞争力 不只是为了经济的竞争 更是为了军事的竞争 所以美方这次的科技战点穴可以说是点到了瘫痪穴上 长期下去可以让中共走向科技瘫痪 不过这次点穴的位置虽然是对了 但是力道还不对 这一点我们等会再说 我们先看中共是怎么回应的 中共的驻美大使馆批评说 美方在不断升级对中方的打压和限制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让中方非常失望 中共商务部也回应说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 好 有没有发现中共这些说辞 好像全都可以用来描述中共自己 对不对? 其实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美中科技战的起因 不是因为美方要打压中国企业或者打压中国人民 也不是什么休息底的陷阱 而是中共太过自信 太早亮出了自己的真面目造成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 就像你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 健身房老板当然是欢迎加入 他能多赚一点钱吗? 但是 在你六块腹肌还没练出来还是一团和气的时候 你就开始脱掉上衣、秀肌肉了 开始恐吓健身房里的人了 更糟的是 你还让老板知道了 你锻炼肌肉的目的是要干掉老板 霸占这家健身房 那老板会怎么样? 当然会碾你出去 而且 老板还很可能会打电话给其他业者跟器材商 叫他们别让你加入健身房 也不要卖器材给你 避免后患无穷 想一想 现在中共遇到的科技围堵与技术围城 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中共在科技战这个问题上的说辞 都是道果为因 颠倒是非的 不是美方跟西方要打压中国 而是你中共图谋不轨 别有用心 被别人看穿了 还有 你中共放弃了韬光养晦 太早野心外露了 太早目露凶光了 所以逼人家不得不起来防备你 反抗你 免得被你吞了 那为什么中共会太早野心外露呢? 就是因为中共党魁太过自信了 党内的宣传天天都鼓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强起来了 把中共官员从上到下吹捧得飘飘然 自己骗倒了自己 还真的以为世界局势是东升西降了 那中共可以平视世界了 所以就开始大搞美中对抗 战狼外交 镇压香港 结果让全世界看穿了中共想要征服全球 奴役人类的野心 那简单一句话 咎由自取 所以我们宏观一点来看 美方这次的限制禁令其实有几个主要目的 第一 要限制中共的军事科技发展进程 要降低中共军事扩张的国际威胁 第二 要推迟中共的出兵打仗准备 要推延台海战争或南海战争的发生 第三 要避免中共滥用西方高科技 以维稳政权的名义来升级对中国人权自由的监控与镇压